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你就应该出来展现一个领导人的决断力 对国人表示你愿意解决空污的决心 而不是霍西尼推给立法院甚至最终妥协 因为现行法律没错就是要汇通经济部 但是结果就是因为现行空污法没有办法解决空污 才会有82%的民众对于空气污染不满意 所以才会要大修演 为什么环保署的版本是把汇通经济部拿掉 这也是署长环保署的立场 我为环保署的同仁报区 你们未来就是有责你们扛 你们没有权利 因为你们都要经过经济部同意 沈部长 我来回应一下 刚刚我们院长也提到 比如说像经济部的法规也是一样 这个N7的申请环境影响评估 我们也是要汇通环保署 那我们的这个工业港 我们经济部要汇通交通部 彼此都是有一些 但是最关键的12条 对于总量管制以及污染源排放量 我们希望而且环保署的立场 原本就是要由环保署来决定 为什么最后院长到您这边 却要汇通经济部 这个没有关系 沈部长 经济部在很多的场合 对媒体也表示 要发展经济 要鼓励投资 否则没办法吸引外人来投资 但是部长我告诉您 美国联邦环保署 它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 最上面那条线 国人的GDP不断的成长 但是最下面那条线 空污排放量 它是可以降低 所以空气污染的解决 以及经济发展 是可以同步并行 并不扑斥 如果对的政策 是可以创造双赢 我只要讲这一句 我希望院长 您站在一个首长的高度 你可以展现您的决心跟态度 去解决两个部会之间的争执 接下来没关系 我时间有限 我只剩12分钟 院长亲自组织 防止空污的记者会 包括这些 我知道院长组织 就是因为院长组织 你还没有展现你的态度跟立场 那像高雄那么多的国演事业 署长我知道你的态度 你最后妥协 可是最后很可惜 赖院长您也妥协 对院长之前您在答询的时候说 会台政策是 中国最后的目标 是要并吞台湾 这个也写在中国的国家政策里面 要并吞台湾吗 您认为会台方式都是他的战略手段 本质上是立中 国人要清楚这一点 是 所以院长 为了维持台湾的主体性 你是否在这里呼吁国人 都不要过去中国大陆 我不会做这样的呼吁 我们会提出具体的应用对策 所以当你把对岸打成敌国的时候 你认为他们是要并吞台湾 而认为会台政策是一个手段 而上次总质询院长 我在这里请教您 南岸关系是什么关系 您说是朋友关系 现在院长 你把它打成是一个统战的手法 即便如此 院长您知道十年来 国人到大陆 赴路去工作就业的 成长了一倍 2015年统计 有72.4万人 有失 而这些到目前为止 行政院还没有提出应应对策 而看到的是政策不断的紧缩 包括教育部 包括卫福部 今天媒体也报道 一再的呼吁 这是对岸兵吞台湾的野心 国人不要触法 不要踩到红线 没有错 现行法律如此规定 但是院长 我认为政策的紧缩 防堵甚至锁国 这是下下策 真正的上策 是要提出诱因 提出真正实质的办法 因为人才是流动的 要提出办法 留住人才 更要想方法 提出好的对策 吸引全球 包括对岸的人才 来到台湾 如果一味的防堵 甚至一味的限制 会让人才流失的更快 我只是想要提醒院长 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 你们因应对策 但是从现在很多 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不管是院长你的呼吁 不管是教育部 卫福部 对于医师 对于教授到对岸去 所做出的喊话 我很担心 院长 你们推出来的因应对策 是紧缩的政策 对于是